实际上我们经常说 学佛人有时候单单靠自己学佛 不一定能够完全让自己能够如愿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时候学佛要靠着导师 然后要靠着自己的坚强的信念 还有要靠着我们说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还有要懂得心里要有妙 就是要开悟 还有就是要懂得我们从别人身上 吸取一点学佛的这种经验 也就是觉悟的一种妙法 那么对自己学佛呢 就会慢慢的开始原物原见 原物原见 原物原见呢 就是非常圆满的开悟 和非常圆满的见到了我们人间的真正的一些东西 所以台长告诉大家 我们不管是谁 学佛一定要懂得 首先要相信是第一法力 也就是说当你学佛的人能够相信佛法的存在 那你已经拥有了佛法的一个基础了 因为你不相信佛法 你不可能学好佛法 所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佛力 佛力有时候就是不可思议的 佛力就是佛菩萨的力量 因为佛菩萨的力量是一种无边无际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叫佛法无边 所以我们想到佛菩萨 你有时候浑身就会有力量 有时候想到佛菩萨 你就会增长智慧 这种力量是一般人所能得到的吗 因为佛菩萨的力量 那是一种超宇宙的能量 因为他有了干净的思维之后 超能量 而这种就是人的愿力 这种愿力让人能做到很多事情 就像很多人因为有了愿力 他后来就成功了一样 所以第三个力量 第三个力量就是自信的功德力 因为自信的功德力是不可思议的 什么叫自信的功德力呢 就是自己学佛法 必须要有信心 这叫自信力 那么功德力呢 就是你自己身上有很多的功德 有很多做过的善事转为功德 那么你今生今世 前生前世 你身上都已经有一定的功德了 叫自信的功德力 还有自信的功德力 也就是说 你信自己一定有功德 有功德能去除你的灾难 有功德能消除你的业障 所以功德是很重要的 所以为什么叫公德圆满呢 因为你做一点点功德 它并不能圆满 而你做了很多功德 而心不去贪 不去求 那么你就慢慢越来越有智慧 所以台长跟大家讲 我们要懂得三力 就是第一要有相信的力量 第一是法力 第二呢 就是佛力 第三呢 就是自信的功德力 所以希望大家要以平等心 一起进步 一起学佛 要有信愿行 要真正的 真正的 去用佛菩萨的慈悲心 来化解一切灾难 所以要用心克服烦恼障 不管什么样烦恼来了 都要用心去克服它 有时候我们身上的坏习惯 为什么会这么多呢 就是我们没有用心呀 如果我们能用心去克服它 可能就情况远远不会糟糕了 因为我们没有 自己的一种能量和能力 来克服自己身上的毛病 所以呢 烦恼的障碍呢 就越来越多 所以习气 越来越多 所以学博人要修啊 越修越有力量 所以要把习气越修 越修越少 把烦恼 越修越少 这里面有个道理的 是什么道理呢 就是告诉大家 越修越好的道理 因为你越来越清楚了 你越来越开悟了 你越来越懂得 怎么样来理解人生 看清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 你越来越明白了 什么叫幻觉 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我们要学习佛法的 怎么样来克服自己 生活当中的坏习惯 怎么样让我们的 在人间的肮脏的灵魂 怎么样来能够去除贪嗔痴 使它成为一种 纯洁的灵魂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